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为了要迎接代表队回国 总统赖清德事先就先录了贺词 在飞机上来播放 他说欢迎各位台湾的英雄回国 同时也感谢选手精彩的表现 让世界都看见台湾 而当这个班机一降落在桃园机场的时候 飞机跑到旁边就有两辆消防车 对着这个天空来喷洒水柱 这叫做水门礼 这是最高规格 通常什么时候会出现水门礼呢 通常都是比如说有新的客机起飞 或者是机长退休特殊的纪念日 以及在迎接重要贵宾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样的水门礼 带你来看看 BR88航班已降落桃园机场 两旁消防车 零空喷射出两道交错的巨型水柱 线上民航业最高仪式水门礼 迎接机上包含奥运夺金的林洋佩 还有宇球射击射箭代表队归国 长达一分钟壮观场面 为凯旋归国的英雄们至上最高敬意 但其实在飞机降落前 成员们就能先听到总统的贺词 谢谢各位选手 在巴黎挑战之国 展现奔战到底的精神 不仅激励了我们 也团结了台湾 欢迎各位台湾英雄回国 大家都辛苦了 全国人民都以你们为荣 再次感谢你们 金牌扳机有了总统赖清德的欢迎 更感谢选手为国争光 从机上到降落甚至一下飞机 王麒麟 李洋 一路上能感受满满热情 尖叫声爆表 李洋佩连拿两届奥运金牌 刮起旋风 粉丝手伸得常常 有的想要签名 有的想要合照 李洋 王麒麟来者不拒 粉丝赛报大厅 有人送鲜花 有人高举影员版 两人礼物熟到熟软 推车瞬间变成小山 走走停停跟粉丝互动 花了半小时才走出机场 上车前不忘展现贴心 巴黎奥运是李洋佩 奥运赛事最后合作 布置机场高规格礼遇 粉丝也展现明星排场 感谢他们的努力 让世界看见台湾 今天一大早 好多粉丝都带着礼物跟小卡片 在机场守候 当他们一看到李洋 王麒麟 挂着金牌走进了机场大厅 粉丝们立刻尖叫欢呼 而两个人也非常亲民 对于合照来者不拒 但是因为这两个人 接下来确定是会拆伙了 王麒麟会跟新的搭档继续打球 而李洋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他将会到国立体育大学去教书 那么也将会成为第一个双金副教授 指的就是连续两次奥运拿金牌的副教授 而李洋也透露说 他想要参选羽球协会的理事长 他要为台湾的羽球选手来发声 如果说您还想看到他们两位 合体精彩的演出的话 我们也提供给您 在9月3号会有一场台北公开赛 从9月3号起 两个人会在合体来比赛 脖子上挂着金牌 李洋 王麒麟这对奥运黄金搭档 献宣桃园机场 林洋佩合作五年即将来到三十二厘 但互动上却向大男孩 困难一起解决 然后不管是赢球输球都一起面对 谈到搭档关系 李洋在一旁比赞 加码送上手指爱信 活泼表现跟赛场上的严肃模样 截然不同 走到哪拍照 林洋佩缺一不可 两人还会互相招呼 但一看到有人要单拍王麒麟 李洋就默默消失 原来是自动蹲下 缩在人群中替镜头让位 不过当连停 似的两人在机场分头行动 还有大宝贝呢 在被Cue到大宝贝 但女友就站在旁边 李洋用幽默化解这一题 逗笑所有人 只不过多年的合作默契 还是有落魁的时候 很高兴这次又将金牌带回台湾 李洋头上仿佛能看出满满问号 两人这麦克风交接 可没向球场接球这么顺利 反差也让网友们笑翻 而两人的奥运征途花下据点 下一步要往拿走 目前是只有这门课 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培养更多的后进吧 然后也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看可不可以参选与协的理事长 看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 可以得到身为选手的帮助这样 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搭配过 那当然就是希望从默契培养开始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来 那因为还有四年可以去 希望这样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规划 那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 林洋配合体征战羽球场 只剩接下来的两项赛事 感性的话要留到最后再说 但不管如何 两人都将在羽球的领域 继续大步向前迈进 因为到巴黎参加奥运 王麒麟大约有一个月 没有看到女朋友了 今天一早回台 一下飞机就看到女朋友 陈诗媛在外等后 王麒麟忍不住摸摸陈诗媛的头 甚至还捏捏她的脸 两个人始终是手牵着手 闪瞎众人 我之前就有网友敲碗 叫王麒麟拿金牌之后就求婚吧 今天当女朋友陈诗媛 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表示会有点期待 但还是顺其自然 你们是最棒的 奥运女仇团归国 现场欢声雷动 远远的王麒麟女友陈诗媛 已经现场standby 欢迎回家 因为个子太小 朋友怕她看不到 还刻意把她抱起来 王麒麟一眼就看到 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女友一个大拥抱 陈诗媛害羞的双手遮住脸 看得出来再次相见又多开心 王麒麟在人海中找啊找 原来是在找女友 忍不住捏捏她的脸 这宠溺的眼神 旁人都被闪瞎啦 面对大批媒体 王麒麟自然而然牵起女友的手 陈诗媛害羞的马上躲到男友背后 7号早上林阳配搭机返台 王麒麟女友陈诗媛一大早 就来桃园机场守候 自点起床 对啊 然后因为昨天还有球赛 所以回到家其实已经很晚了 然后就有点紧张 睡不太早这样 接过一下 接过一下 从机场连到上车 一个月不见 小两口连梯梯 始终手牵着手 上车之后 王麒麟还再度发现实撒糖 手上拿着金牌 合照写下 被我强制来接机的女子辛苦了 能下飞机就见到你 真的好幸福 甜蜜互动 先前也被网友敲碗 是否好事将近 还是会有点期待 但是就是自然发展的 未来是因为我也不知道 对 如果有好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 从奥运前两人一起拍影片放闪 就被问到这题 敲碗里 你愿意吗 如今王麒麟真的从奥运 爆回金牌了 孝轻率是否会有进一步发展 粉丝们以母校乐观看待 华时新闻 杨茨 陈洁爱 周末平 桃源机场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半个月前才投入总统选战 却能够快速的凝聚民主党的支持 获得正式提名 而且6号更公布了她的副手 就是这一位现任的 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 现在纽约时报就报导说 贺锦丽她的节奏超快的 还用超光速来形容她 包括了找副手 以及这个制定策略 选战的策略以及打广告 都是压缩在几周之内就完成了 等于是跳过了前面漫长的初选 选民反而也对贺锦丽 有更好的印象 都认为贺锦丽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的确贺锦丽她的手脚好快 8月6号宣布副手就是华兹 当天两个人就去滨州造势了 当天晚上就收到了竞选资金 大概换算成台币有6.5亿 也就是2000万美金 而她的竞选网站以及社群平台 同步都换上了两个人的照片跟标语 他们还在竞选网站上面 卖这个帽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帽子 不是一般的棒球帽 是向副手华兹来致敬的迷彩帽 主要是因为华兹平常都戴这一款 像是迷彩的这种帽子 她很喜欢戴 那么这一次呢 在这个帽子上面呢 还特别就已经有绣上了 贺锦丽跟华兹这样的一个刺绣 然后您知道吗 才一推出刚刚上线 就全数卖光光了 好说到60岁的华兹 他是现任的明尼苏达州州长 虽然知名度并不高 但是他的风格比较直率 很务实 很乡土 华兹曾经在1989年 到中国去教书 回美国之后也多次造访中国 所以说他不但了解中国 他还对于香港跟西藏的人权议题 是非常关心的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竞选搭档 现任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 一起在宾州正式亮相 现场支持者欢呼声不绝于耳 一上台就战力十足 千年60岁的华兹 人生经历相当丰富 因为父亲是军人 他17岁就加入陆军国民警卫队 911恐攻事件后曾派驻海外 华兹大学毕业后1989年到中国教书 那年正好发生天安门事件 他在90年代也到过越南 日本 台湾以及南韩 因为待过中国 了解中国 华兹对香港及西藏的人权问题 也十分关注 华兹2006年竞选国会议员 击败连任六届的共和党对手 在担任五届议员后 2018年以超过11%的优势 当选明尼苏达州州长 但也在任内遇上轰动全美的大规模种族抗争事件 尽管有支持者认为选择来自摇摆州的候选人 对选战可能更有优势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华兹直率平易近人的形象 可以扩大乡村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度 摆脱民主党的精英感 为贺锦丽的选战带来全新活力 华兹新闻的RUN编译 台湾的美式大卖场 在卖场里面展示电动车 说是特斯拉推出许多优惠 没想到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却说 取消 马上回来 台湾的美式大卖场商品很多元 曾经有卖过游艇 卖过上百万的露营拖车 这回还找来了电动车 特斯拉的合作 直接在大卖场就展示了电动车 还寄出了多项优惠 但是你来看看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一看到这个消息就呛瞎了 他说不允许 因为这个活动没有经过批准 还说他已经立刻就取消了 有些台湾网友就很酸马斯克 网友说什么呢 说大老板真的是什么都管 蛮闲的嘛 另外还有网友说 怎么允许自己大降价 不允许斩间小回馈呢 美式大卖场则是说 他们原本是说 这个优惠活动没有打算暂停 但是隔了几个小时后 就再度声明说 因应台湾特斯拉的要求 明天8号开始的时候 就会停止销售特斯拉 走入知名美式卖场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但居然也卖起电动车特斯拉 请问一下 所以它的价格跟外面特斯拉的有差吗 就广广一样 虽然价格没有比较便宜 但可以预约试价 还有多项优惠 吸引不少民众停下来看 美式卖场在特斯拉 合作退出夏季车奖活动 原本档期预计是两个星期 没想到特斯拉执行者马斯克 发文说这未经批准 原本这项消息引起热议 就连知名特斯拉投资人都在社群转发 结果马斯克亲自留言说他已经把计划取消 只是他取消的是合作方案 还是禁止卖场寄出优惠不得而知 对此美式卖场表示这是跟台湾特斯拉原厂合作销售 优惠内容是隔热纸和卖场电商优惠券 而非充电方案 正持续向台湾特斯拉了解 目前活动没有变化会照常举行 但几个小时后急转弯 说因应台湾特斯拉要求 8号起美式卖场就会停止车辆销售 特斯拉早期在自己原厂销售 是有信用卡全额刷卡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政策已经取消很久了 从Model 3上市之后取消到现在 至少已经有5年的时间 那这一次我觉得大家会很在意的就是 我去Costco买特斯拉 它是可以全额刷卡的 其实特斯拉在各国市场 时不时就有品牌合作 比如曾和连锁素食品牌 中国门市联名推出冰顺风汤时 使用的元素就是特斯拉的 Sabertruck 但马斯克当时看到 却说是假新闻 发现此事并非杜撰后 才改口说 那他一定要来试试 往好的方面来看的话 就是一家汽车的CEO的老板 他会管到连这种小小的促销活动 他都会去在意的话 那代表他真的很在乎 他这个品牌价值 常常语出惊人的马斯克 这回点名台湾市场行销活动 也再一次掀起话题 华世新闻 黄欧天柯黄明 台北报道 2024年美国小马联盟小马级 世界青少棒的锦标赛 9号将会在美国登场 代表台湾参战的台南队 现在已经到了美国 他们在当地华侨的安排之下 您看到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在美国辉达总部来 亲自接待这些选手 他们在大厅开心地玩球 除了鼓励球员 也大喊台湾加油 一阵掌声中 那个男人又现身了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一身招牌皮衣夹克 快步从楼梯上走下来 要接待的 就是来自台南的棒球小将 黄仁勋完全没有架子 直接在美国辉达总部大厅 跟选手们玩接球 展现亲和力 双方全程用台语聊天 球队也送他来自台南家乡 为了拭目于拌面礼盒 双方开心拍照合影 选手们好开心 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台湾人的热情 2024年美国小马联盟小马 及世界青少棒锦标赛 将在9号到14号 与美国宾州华盛顿市登场 由台南队赢得台湾代表权 并获得亚太区国家代表资格参赛 在美国时间5号 前往辉达总部参访 和黄仁勋一起喊出台湾加油 他就利用开胃空档的时间下来 接见我们这些小就位 大家都非常惊讶 也非常高兴 台南市代表队的第一场赛事 将于台湾时间11号凌晨5点开打 期盼能带着黄仁勋的祝福 旗开得胜过关斩将 把金杯带回来 华市新闻流汗生许文男 蔡孟俊台南报道 有没有发现最近的Google首页 每天都好可爱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小动画或小图片 其实这是Google为了庆祝 巴黎奥运特别设计的Doodles 有可爱的鸟类们 做出了各种运动 除了开幕式当天是 那个赛纳河以及烟火之外 之后还更换不同的运动项目 那么包括有攀登决赛 蓝色小鸟奋力爬上顶端之后 气喘吁吁的小鸟 立刻就摊平休息 好可爱 而且除了运动之外 每天的Google首页 也都是会有那种 外围是金色的桂冠叶 来装饰的一整圈 非常有奥运的氛围 而其实这只鸟 它不是一般鸟 不是随便画的 是大有来头的 它是代表法国的国鸟 叫高卢雄鸡 让大家认识它一下 感谢你们 让世界看见台湾 世界最高的冰上曲棍球赛 在瑞士少女风附近 海拔有3454公尺高 就这么在空气稀薄的环境下 打曲棍球 希望最后带你一块来瞧瞧 我是徐湘华 感谢您收看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锁定新闻相对论 我们再会